2至19我發現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它給你一個基本的感覺 就是說今天假如說我一份電流 這邊這個式子是源自於上面這個式子 我把1忽略掉之後 我把IS移到等號左邊來 它就跑到分母 左邊右邊我取Long 然後這個以Q就會復見 然後接下來我把這個Ideal Factor設為1 把VT代理1到等號左邊 它就等這個式子 所以你會看到ID除以IS 它在用Long來操作 然後再乘上一個VT 這個東西就是這邊這個式子做處理 它要把1忽略掉 那根據這個轉換人的式子 我們事實上是設定說 它是1倍的ID跟10倍的ID 所以從一開始假如說我用某個電壓 它對應到1倍的ID 我把這個VT這個跨壓做修改 比如說我的VT從左邊移到右邊 讓這電流從1份進成10份 所以這邊就乘上一個10倍的ID 那在Long裡面相乘 我可以直接把它拖Long 把它拖離Long 然後就變成說 它會變成 它兩個拆開來的時候 它就變成VT乘上Long 10 這邊少了一個VT塊 這邊少了一個VT VT Long ID除以IS 那也就是說 這個電壓 相對於上面的電壓 它多了一份紅色這個區塊 VT乘上Long 10 60mV 乘出來的結果 這個東西為什麼我說重要 就是因為說 以加60mV你乘10倍 加60mV你乘10倍 這個東西就好像是 我今天有知道我是某個電壓 然後比如說我增加0.25 請問我的電壓大概多少 所以你把這塊要增加0.25 它大概就是60mV的3倍 大概就是 就是說 你增加到0.25 增加額外增加0.25 代表是60mV的3倍 代表這邊會乘上1000左右 就是說 你對於你加多少電壓 你的電壓會上升多少 這個例子有很重要的一個 參考價值 因為它定義出來就是 60mV加10倍 這個在 尤其在實驗課的時候 這個部分 也可以讓做一個討論 比如你要討論的實驗結果 你加多少電壓 然後呢 它的電流加多少 你可以拿這個功力來做參考 用這個式子 用這個 我流過的電流 大約等於 IS成這樣一個potential VT處理VT-1 那今天我在拖來的時候 要把那個VT-1的部分拿掉 我有這個關係是 我要帶路到這個 很簡單的 我有一個電壓源 還有再加上一個 串連電阻的一個系統裡面 請問 我要怎麼去算這個電流 假設我今天沒有打擾的話 就跨壓除上組織 直接收工 就算電流 然後 假設說我今天 我有這個 我沒有這個電阻值 我有這個跨壓 那基本上我也是直接就是 把跨壓 就是直接帶入這個式子 我也可以算出它電流值 但是現在是 它兩個都接在一起 兩個是串接喔 兩個串接 這時候你就沒有辦法 我直接處理 或我直接就是帶入這個式子 來求的電流 所以這邊它有一個 列出繞一圈的壓降為0 或者說我這邊的壓升等於 右邊的壓降 所以這邊有一個 VX等於ISR1 ISR1代表它的壓降 再加上VT VT代表下面的壓降 那其中VT的部分呢 你又可以透過這個式子 我可以把IS移到右邊 然後左邊右邊取Long 再把VT移到右邊 我就可以把這個VT獨立出來 它就等於VT乘向Long IX除上IS 注意到 我的一支是我的VX喔 我要求的是IS喔 IS在這邊也有耶 所以你要怎麼樣去求的IS 你沒辦法直接 就是運用你的心算把它算出來 因為雖然它在這邊 它是跟R1一樣 但是這邊它是在Long裡面 所以在這邊算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個方式就是 用猜的 我們會用猜的 然後接下來做替回的方式 先猜一個時 然後再替回 呃 根據實際經驗 告訴我 這個 你的跨壓 大部分都在0.75到0.85中間 這個我們講好幾次 0.75到0.85中間 頂多你很少很少0.65 很多很多人0.90 他已經是很奇怪的數字了 大多數都在0.75到0.85中間 所以通常猜 就直接先猜 0.755 我就假設說 我換電話 可是你大概用0.75 所以我這邊就是 直接把VX 減掉0.75 再除上這個組織 注意到這邊的動作 因為減掉0.75 除上1K 就等於2.25 mL安 2.25mL安 就是 我假設說0.755 這邊 它會有2.25mL安 但實際上已經不對啊 所以你就把2.25直接 除上RIS 再承上 再承上VT 你會得到一個新的壓降 是0.799 我剛才0.75不對啊 0.799才對 其實0.799也不對 0.799 你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 就把3 減掉 0.799 再除上1K 你告訴我是2.201 雲梨安 所以說這邊是2.25 這邊是2.201 你看我注意到 我用插音的是2.25 實際上得出來是2.201 這是我經過第一組織的地回 你可以再把2.201 再帶回來到這邊 去除上RIS 再承上VT 你會得到一個很接近 0.799 但是 就是再跟VT 它實際的變壓 這樣子的RUN 通常你只要有RUN兩次 就是這樣的順序 RUN兩次 大概進入到1%以內 下面是另外一個狀況 假設我今天把這個VX 帶入1V的狀況 這邊上面是完全一樣喔 但是差只差在說 我把VX帶1V 所以這邊就VX帶1V 然後一樣 我一開始猜0.75V 然後說一些運算 最後呢 你會發現說它的電流 大概是0.258mAh 就是我 反正 經過一兩次的地回的計算之後 我可以說出來說 在3V的底下呢 是2.201mAh 在1V底下呢 它是0.258mAh 在這個電路裡面 當你改變了跨壓 改變了2V 實際上 然後這邊它的跨壓也會改變喔 然後它的電流 它從0.258到0.251mAh 這沒有什麼感覺 請問我把1K拔掉之後 這邊電動量 請問它的電流會變動多少 2V是2 1000mAh 除以60mAh 等於30mAh 等於10的30次方 意思是說 假設說我今天沒有這個1K 假設我原間是1的話 它加上兩股上去之後 它的電流會成長10的30次方肺 但是假設說我加上了這個R1之後 不好意思喔 你只成長了不到10倍 9倍 所以說這個東西 我們要避免說 我們的Diod 不小心 因為我們手殘 會要先把電壓源稍微調大一點點 導致這個Diod的爆表 我們就加一個電阻 這個東西叫做限流電阻 限流電 所以加上去之後呢 你就可以保證說 當電流變大的時候 它就會 這個R呢 這個R它在小電流的時候 它不太會影響到我們 但是當你的電流變得很大的時候 它就會把所有的壓量全部吸掉 使得說實際上 跨在Diod上面的跨壓 你能夠大幅的減少 避免 因為 人為超過失大 使得Diod的跨壓 增加 然後就 電流就爆表 OK 這是一個很重要 就是限流電阻 只要你在做Diod的實驗 只要它有機會順天 你都要加這個東西 都要加這個東西